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碰不到 但是同样被这四个人逼迫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内 光是躲避这四人的攻击便已消耗了林语全部的精力 所以他根本无法施展自己的攻势 哈哈哈哈 看来还是人太少了 这个时候他身前的四大护发 音测测的冷笑一声 接着林语的头顶便传来了一阵异象 林语咯噔一颤 猛地抬头望去瞳孔再次骤然受缩惊恐万分 他的眼前竟然出现了三张血肉模糊的面孔 同样是三个一模一样的大护发 从他头顶冲了下来 手中锋利的镰刀直取他的脑袋 七个大护发吗 林语的心头蓬蓬直跳 接着一咬牙手中飞镖一转 不止没有闪身躲避反而脚下猛的一跺身子急速地从头顶冲过去 直直地冲向了头顶飞来的三个大护发 地上的四个大护发见林语突然抽身上冲 攻势不由一环颇有一些惊诧的抬头 望了他一眼 似乎也没想到 林语竟然会选择这种玉石巨坟的打法 要知道林语这骤然发动的前冲力根本冲不出头顶这三大护发联合的攻势 而且下面同样还有四个护发在虎视眈眈地顶着他 到时候他上冲的力道卸尽身子下坠 那以迎接他的便是上下夹击密不透风的攻势 届时便是退无可避 躲无可躲 但是林语在冲向头顶这三大护发的时候 神色凛然坚毅 双眼之中射出了一股灼灼的光芒 手中飞镖一转胳膊陡然蓄力 一边冲向这三张血肉模糊的脸 一边加了内袭力声喝道 就让我好好看看你们到底是人是鬼 他知道所谓的分身根本就不存在 纵然华夏悬术包楼万象 浩如星辰也没有真正的分身术这么一说 而华夏悬术中记载的所谓分身 归根结底也不过是幻术 所以林语认为 眼前大护发所施展出来的这一切 必然也是幻术 这也就是说这些分身都是假的 不存在的 只不过是他一时之中将那分身 视为真实罢了 而且他注意到了 整个过程当中 二护发一直在吹着那种不知名的乐器 自始至终连往这边看一眼都没有看 俨然突然间变成了一个不问世事的世外高人 林语推测 二护发用这种不知名的乐器所演奏出的声音 极有可能会扰乱人的心神 否则在这种激战的情况之下 他除非是脑子有坑 才会闲着奏乐呢 因此如果林语推断为真的话 那面前出现的这七个大护发当中 可能只有一个是本体 其他都是假象 而林语义无反顾地冲上去 就是为了验证 头顶这三大护发是真的还是假的 倘若不把这个假象攻破 那他只会越来越被动 所以明知道这样做凶险无比 将自己置身于险境 他还是要去试一试 从屋顶凌空俯冲的三大护发 见林语不躲不避 反而主动朝他们冲过来 不由明显一愣 不过他们眼神一凝 手中镰刀一转齐齐 朝着林语的身子挥砍过来 三把镰刀三个角度 所取的皆是林语的胸口 活像的要害 林语坚毅的脸上没有丝毫的距离 甚至他都没有丝毫的闪避 直直地冲向了最中间的这名大护发 似乎要与当中的这名大护发玉石俱焚 三名大护发似乎怎么也没有预料到 林语竟然会施展出如此不要命的打法 手中挥舞的镰刀也是不由一偏 未等他们调整过来 林语的身子便微微一侧 躲过了当中那名大护发挥砍过来的镰刀 任由左右两把镰刀齐齐砍向他的左右两个尖头 而他手中的飞镖依然刺出 挣扎在当中那名大护发的腹部 这样一来他便能检测出这三人的真假 如果这三个人都不是本体而是幻觉 那他既伤不到对方 对方也伤不到他 倘若这三个人中有一个是本体 要么是中间这个势必会被他所伤 要么就是左右两个人其中一个会伤到他 如果能够将本体找出来受这点伤 对他而言并不在话下 而他此时快如闪电的出手 手中的飞镖依然狠狠地扎进了面前这名大护发的腹部 他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手中刀刃刺进皮肉的触感 林宇的心头就是一跳 一时间又惊又喜 万万没想到 自己一出手竟然就已经找到了大护发的本体 不过让他大感震撼的是 就在他这一标扎进面前大护发腹部的同时 左右两把镰刀同时结结实实地看在他肩膀上 这三个人竟然全部都是真真切切存在的人 林宇的本体惊喜激动的心情瞬间跌入到了谷底 怎么可能呢 这怎么可能 这七个人竟然不是幻觉 竟然都是活生生的个体 林宇的内心一时间根本无法接受这个结果 大脑刹那间便一片空白 耳中嗡鸣作响 甚至连肩头的痛感也没有察觉到 击中林宇肩头的两名护发 如此轻易得手 血乎乎的脸上双眼眼神迸发出一股异样的光芒 然后两人骤然发出掌力 狠狠地拍在林宇的胸口上 砰砰两声 随着两声闷响 林宇和他面前的三大护发 齐齐朝地上坠去 下面的四位护发 看到身子坠落下来的林宇 俱视眼前一亮 立马哗啦一声聚过来 宛如见到猎物的恶狼 挥舞着手中的镰刀齐齐朝着林宇身上挥砍过来 林宇看到纷纷朝他身上砍来的镰刀 这才猛然间回过手 身子以一个十分怪异的姿势 一扭躲过了其中两把镰刀的攻击 但是仍旧被另外两把镰刀砍在身上 接着他身子扑通一声重重地跌落在地上 此时嗖嗖嗖数把镰刀没有丝毫的迟疑 再次凌厉地朝着林宇身上挥砍下来 林宇被巨大的惊骇之情斜裹着 在铺天盖地的刀影当中根本无法站起来 只能狼狈地躲避 同时他这手中飞镳仓皇驾计格挡 不过虽然他躲过了大部分的攻击 但仍旧有不少刀刃砍在他身上 而随着林宇从屋顶铺下来的两名大护法 也立刻一个翻滚跃起来挥舞着手中 连刀加入了砍杂林宇的队伍当中 不过先前被林宇用飞镳刺中腹部的那名大护法 摔到地上之后却宛如是一只大虾一般的缩卷 再也站不起来 死死地捂着自己的腹部 血乎乎地连两只眼睛涌出了绝望和痛苦 小四吧 六名护法紧紧地凑成了一圈 将林宇锁在了里面 手中的镰刀宛如雨点一般地砸在林宇身上 胳膊上 腿上 如果这会儿要换作常人 早就已经被看成肉泥了 但好在有制纲纯体傍身 林宇尚能支撑得住 再见